字幕志愿者 杨洛 李宗盛 李宗盛 午安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我來到人文蕙萃的草屯 來示篩草屯寄水廠新建的工程 首先我要向所有參與草屯寄水廠建設的同仁們 知上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由你們真好 草屯有這樣的建設 對草屯人民來說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所以我們在水利署的努力之下 其實不是只有在這個地方 我們從臺北的回穗水庫開始 水溫水庫這樣一路下來 我們變成一個一粒一粒的珍珠串 為了讓水互相調度能夠更好 當我們水管連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的心也就連在一起 我們的手也就牽在一起 這樣才能夠使得台灣 能夠不斷地向上提升 這就是團體的力量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剛才聽了我們董事長的報告 這個綠化的部分現在再進行 那草屯淨水廠這裡 我想它把60%的基地保留作為綠地 而且採用日照、花點、減少電力的使用 符合環境保護還有應應環境變遷的做法 這都是很新的設計 今天這個工程 在今年3月27日就達到最大設計的出水功能 能夠提前三個月的進度 真的要謝謝我們台水還有所有工程單位的努力 再一次謝謝每一位同仁的辛勞的付出 當然更感謝我們地方政府 還有附近居民的支持跟配合 有你們真好 有你們 我們這個草屯淨水廠才能夠完工 然後穩定供水 然後提供一個直優量度的水 來帶動地方的發展 所以在這裡再一次謝謝大家 表示敬意跟感謝之外 當然也要祝福大家 身心靈健康、平安、喜樂 萬事如意、家庭美滿 謝謝大家 謝謝